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 你要說提醒嗎 還是在唱衰 去想說那你臺灣現在這個 川普都要下來 你被川普拿作棋子 去刺激中國這個好嗎 你怎麼看這整個局勢的發展 尤其是國民黨的說法 如果只是分析 譬如說像江啟臣 他說希望能夠延伸到拜登政府 我覺得這個還蠻中肯的 這個部分我可以接受 但是呢 江啟臣他向來所謂的 親美反共這個路線喊出來以後 包括他們對香港前幾天的聲明 以及今天說希望能延伸到 拜登政府 他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通常都只是他個人意見 他們其他人完全不管 尤其是經常出來指指點點的 前總統馬英九 他說這個對臺灣時期的意義不大 尤其他點出說 你別以為可以加入聯合國 那再加上費紅泰 這已經是完全是破壞台美之間的外交關係 因為畢竟他是訪客嘛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craft 這你求之不得的一個訪客 他竟然批評為他不是好客 而且是惡客 不該來 那這個馬文君呢 他先前呢 前一陣子才在背格我們的潛艦國照的預算 而且他拒絕簽保密條款 那簽保密這個是正常 義務嘛 對啊 以免這個機密外洩嘛 可是他完全不管 他這回不知道他哪來的邏輯說臺灣變成美國的屬地了嗎 變成殖民地了嗎 一個美國聯合國駐聯合國的大使來臺 他是怎麼樣衍生說臺灣變成美國的殖民地 這個真是看不懂 太扯 吳思懷就不用講了 無意不予啊 對 然後蔡振元也蔡英卡 蔡振元呢 他的說法呢 他是連這個craft的個人 包括他的老公是誰啊 是共和黨的金主啊 他是靠他老公才當上這個官的啦 然後他包括藍營的你去看看他們的網路上的言論說 包括這個他craft結過幾次婚啊 甚至聯合報 聯合報的社論 他們說上一次送來了萊豬啊 這次會不會送來乾淨的煤 他們就在延伸嘛 就是無限上綱延伸到就是說craft他的老公 所謂共和黨金主 他就是煤業大亨嘛 對 說他來是不是他老公 要讓我們吞這個煤 他們說他是來要錢的 可事實上去分析 我們臺電購煤 主要是來自最大中是澳洲 第二名是印尼嘛 美國只佔一趴 根本就是風馬鳥不相干的 所以這一些言論 說實在的 你可以解析 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 甚至你站在老公的這個擔憂 去分析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國人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是你跟中共一個鼻子出氣啊 環球時報講三分 你開籃訪你講七分 甚至恨不得這個無限上綱到一個境地的 像蔡政源這個蔡前立委 他引述環球時報的分析 還說這值得重視 而且他們刻意在假新聞上做文章 什麼假新聞 我們都在探討Craft來臺以後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等等 他們完全做文章 坐在龐培歐身上 龐培歐沒有要來臺灣 他們今天最新的 侯遠的發言人Morgan 他說對不起你們說錯了 這是已經是我把他翻成中文了 龐培歐最後一戰是到歐洲 龐培歐沒有要來臺灣 就他們就無限上綱在這邊開人訪了 就假設今天來的不是Craft 還不夠 這樣他們罵不夠 他們還要假設是龐培歐要來說的煞有見識 那我們比較啊 你們這些人 你們在馬英九當家的時候 你們說了什麼一套話 你們現在說什麼套話 我們只要翻出馬英九時代的時候 他怎麼做為 就這些人通通被打臉了嘛 你看這是09年 他接見這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而且是前任的波頓 他說他是個硬漢 就極盡褒揚之能事 說他怎麼樣幫助我們臺灣 支持我們政府啦 怎麼樣又怎麼樣 這是他的照片 你看高興的 而且見了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以後 然後大家宣傳高調宣傳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他那時候馬英九 如果極盡所能 如果能夠邀請到當時候現任的 祝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他會不邀 他會邀個前任不一樣嗎 對 你會刺激中共 這你邀個前任 不會刺激中共嗎 然後你就看到我為什麼這麼篤定呢 因為馬英九那個年代 他也在積極的想要創一些紀錄嘛 他那時候積極的在邀請這個美國的 越高層級的官員來越好 誰報導的看一看 2015年這李明賢報導的 誰登的 這望中的中國時報登的 那你說他在做什麼努力 他不只那一年邀請到了瑞福晉 他是經濟及商業事務局的助理 國務卿美國的 他就跟你寫一大篇說 那我們還不只如此 我們從2014年4月就有誰來過 有當任的環保署署長 還有APEC資深官員 而且4月5月就接著來了 接下來還有亞太副住親 然後再到瑞福晉 就說這可不是我們現在才有的成績 你看我們官員來一個比一個高 那至於說蔡英文總統那時候 能不能進華府 跟台旅法制定之後會有什麼改變 以及說這個蔡英文總統他後來剛上任 他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過境永約停留兩天的時候 你知道不只馬英九出來酸 連陳水扁前總統都出來酸 你就知道 那個馬英九那個酸葡萄的意味非常強烈 因為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也很可憐 我為什麼覺得馬英九很可憐呢 他有時候想要罵 就換了屁股換了腦袋 他想要罵 他心裡或許還 或是腦袋裡還有一些記憶 他會想到說那我以前不也一樣嗎 就像他批那個萊豬他會想到那個萊牛呢 我這樣講人家會罵我呢 所以你就看他講話想要罵 又罵得不透徹 然後就講一些酸話 像那個他是港生的嘛 我們常是K他說 為什麼香港已經到這種田地了 對 一步又一步了 尤其香港國安法訂定了 他不敢罵 我們講說他是不是要保他女兒跟女婿 他就拐著關去罵蔡英文 他不去罵香港國安法 現在一樣那個酸味很重 他就酸說那你也不代表 也不代表你能進聯合國 那我要請教 那不代表那你幹嘛千辛萬苦 去找一個錢 是啊 一個錢住聯合國代表 努力這麼多幹嘛 會激怒中共 那你為什麼這麼多高官 你在那邊努力啊 而且說我們這個瑞福金 美國的這個副租金來了 我是要跟他談TPP 我們要加入TPP 對不對 那陳水扁前總統 那時候更怎麼講呢 不是你訂台旅法 你就代表你蔡英文可以進得了華府 他說我03年的時候 我過進紐約的時候 我還不是也曾經怎麼樣怎麼樣 那馬英九說那我還不止 我還去了哪裡 他說我那個201 我還去過波士頓 我還回我的母校哈佛去演講 我到紐約還去看911的那個 那個那個所謂的紀念碑 每個人都在比 這回那個民進黨執政 有一些進程了 對不對 那求之不得 結果他們開始在酸言酸飲 所以話說回頭 我覺得國民黨為什麼讓民進黨日子這麼好過 而且你們自己的路線 到底是什麼 對 因為江啟臣他也是流美的嘛 對不對 對他好歹也是個教授嘛 不管是先前 或者是過去還是以後嘛 你記不記得 他們都講一些風言風語 他們自己都忘了 或者是上面幾個人小圈圈講一講 他們其他人就各講各的 完全沒有統一的口徑 之前記不記得 江啟臣跟林維州 他們還說 華美要建交耶 他們不承認是台美嘛 他們不會想用這個 華美還要建交 那這回不過來了一個 美國州聯合國大使 我覺得你可以分析就是說 這可不可以延續到拜登政府 我們當然希望嘛 所以江啟臣講就是說 希望能延伸到拜登政府 有什麼錯 沒有錯 錯是錯在這些人 你看這是國民黨這些人 搞垮自己嘛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執政所做的外交的努力 這個有一些進程 但你說話等號 我們馬上就怎麼樣了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但我們不可以坐以待斃 或說人家有一些進展 雙方的互動 總有個開始 對 而且我最後結在哪裡 當我說那個國務院女發言人嘛 他那時候這個駁斥 有一些對龐貝歐 要不要來台灣的一些說法 甚至講說那個環球時報 些是底里的嘛 你們只會這個自我吹噓 做一些虛假的宣傳之外 你們那個外交已經是恐慌式的外交了 他還講說台灣是成功的市場經濟 是朝氣蓬勃的民主政體 是世界正向力量 我就說國民黨這些唱衰的 或是咒罵的 跟環球日報 環球時報統一口徑的 跟中共一個鼻子出氣的 你們看看這幾個字 你們狗嘴裡可以吐出這幾個字嗎 你們把台灣當成什麼了嗎